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国藩与家人的书信往来 后来被李宗章整理成册 便有了这本书 在书信中 曾国藩上至个人得业 安邦兴国 下至生活琐碎 人际关系 几乎是无所不谈 这其中就不乏一些独门养生之道 蒋介石对这本书可谓十分喜爱 经常引用里面的内容来教导自己的子女 曾经蒋经国就因为有事请求 给父亲写了一封书信 蒋介石没空回复 就引用了曾国藩家书里面的内容 让儿子前去拜读 有一次蒋经国身体不舒服 蒋介石甚至指责他并未服读这本书 因为里面关于养生的知识描述得非常详细 那么这本书中 曾国藩到底提出了哪些独门养生知识呢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 在书中 曾国藩首先指出 想保持健康 一定要养肝 肝与怒相关联 如果一个人经常发怒 脾气不好 那就是火气太大 很容易伤肝 所谓不醋怒烟 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点 曾国藩指出药养心 这一点关乎到做人格局 也和健康相关联 一个内外整齐 心思宽广的人是有威德的 做人不能骄傲 也不要卑躬屈膝 平和谦逊 自然能够树立起自己的口碑 对健康也有益处 第三点 曾国藩指出药饮食有节 简单来说 就是要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 第四点 要养肺 所谓扩然而以大功 意思就是放大食物 的范围 你才会得到公道之心 物来而应之 就是说 遇到事情 不要总想着去躲避 这样 才能让自己感到心安 除了讲到 要养肝养肺养肺养皮之外 最后一点 曾国藩还表明 想保持健康 养肾 也是日常必须要做的事情 心欲其定 就是说 一个人在举手投足之间 都要保持稳重 镇定 对于自己的欲望 加以控制 在饮食方面 更要做到节律 每个人的健康 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日常习惯 对养生来说 至关重要 如果能将 曾国藩提出的 这五点养生技巧 融入生活中 那对健康 是一定有益处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